我们来试一下尾翼的G26 这个小克拉克 它跟发光器的一个配合 那各位会看到现在这发光器 我这边已经做多加一截 这截是神龙的延长管 它是两个我把它粘在一起 由正11 正11牙转到逆14牙 那原厂XTAC所配的 正11跟逆14牙 它会有个问题是 这个正11牙它会 卡住它的外管 会造成它滑桃无法拉 那我没有特别比较神龙的 这个正11跟原厂XTAC配的有什么差别 还没有使用 但是刚刚试试会干涉到 那现在我们就来前面有一个板来试试看 涉及 如果有干涉应该看起来也是会 不是很稳定 那我们可能前面几发先来 看看这个 这神龙的话 是不是有比较OK一点 我用左手 右手这样看摄影机 看一下会不会有干涉到 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拿前面 那我们现在拿前面 有没有很好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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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对 沒了齁 現在還沒厚定耶 應該是沒子彈啦 換好一顆 哎唷 哎唷 靠腰 各位也是壞習慣 彈甲一上去 真的會彈出去 嚇死我了 真的彈出去了 所以上彈甲的時候 如果有子彈上彈甲還是要小心 好那我們再 來看一下再拉一下滑桃看看 我後面壓著好了 我們這樣拉來看 哎 因為這新槍比較卡耶 所以我也不想拉太多次 因為這 是要送朋友的 然後先做測試 再送人家 注意看這邊 撐管會外縮是一定會的 這邊會後縮一定會的 好那等我一下 我們現在移近到底 我們去 拿原廠的這個轉接頭 這一個就是那個 Aztec原廠Food 它特點是這麼一個洞 讓你在鎖正 逆壓的時候很好很好用 但是我發現跟唯一的G26的 外管的內牙齁齁 會有點問題喔 我轉給各位看 它是正的11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轉下去 左手 難操作 好 好像可以 好在原廠的 然後 它會有個問題 我剛剛就發現說滑套沒辦法拉 你看 這真的不是我做什麼 呃 怎麼不良 不 不好的姿勢卡道 是真的 真的不行 我的看法 是它的內管跟外管 那個縫隙很近 所以 可能是這樣的關係 那我現在去 我先招一下 原廠的 其實原廠的這裡蠻薄的 已經很薄了 那看一下內管跟外管 我拿一下剛剛神龍的再來對照一下 我們就對照這兩個轉接頭 好 我們現在拿到神龍跟原廠的 對照一下 原廠的 是左邊的 原廠配的 然後右邊是神龍的 然後請注意看 其實 神龍的更薄了 好 右邊那個神龍它那個 轉接的 那管壁更薄了 所以可能是這樣子有影響到 好那 那 然後再看一下它的一個 牙的話 我是覺得 牙具的話 我是覺得好像還OK 還OK 那神龍右邊那個 我稍微有塗一點那個白色膠 以前要 讓它附著比較好一點 不然它打一打會轉出來 好 好各位 這是我們剛剛 配合發光器 然後用 唯一的G26 設計的一個結果 那剛剛大概有設計的 大概7發左右 7發 剛剛測試應該是7發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把它圈起來的點 大概這邊有 1發 1發 然後在黑圈內的話 有一個8 8分的那個8分9分中有一個 1 2 然後再來是 3 7分這邊 我們從高分往下算 7 3 4 然後這邊最少5 2發吧 5 6 7 8 9 好所以這樣大概來看 先看它的一個散步 散步的話 其實來看的話 小手槍本來就是會比較 難掌控啊 但剛剛我們這樣距離大概是4公尺 4.5公尺左右的距離 然後這樣散步 我是覺得還可以 還可以 因為那時候 一樣的是發光器 會稍微 應該說已經遮住槍的準性罩門 那沒辦法這個 應該是 除非你的手槍是特別有做成tactical 那種拉高的準性罩門 不然大部分都會遮到 這不是發光器的問題 是槍本身問題 然後我利用的是槍本身的 那個 那個 目前還有點光線 那個發光的 其實也不算發光 唯一的那個 綠色那個 有人說那個不是發光 那只是模擬夜間的照門準性而已 不過現在天氣剛看還是可以稍微 讓我抓一下位置 所以大概這樣設起來 感覺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所以 這樣來看的話 應該可以大致上來猜測說 新家的發光器 它並沒有干涉到 那至於各位想說 那干涉到的話會怎麼樣 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概之前是一直撞到 撞到的痕跡 光看 那個發光器被撞到痕跡 就看得出來 但是它彈道會被受到影響 我並沒有特別再去 做射擊 不過我這樣看起來 算是順 算是順 就是不會說 可能你滑套 有卡到那個 它轉接頭 或怎麼樣的 而會亂散 那個仙女三花 好拍攝到這邊 拜拜